中美貿易戰當中 中方的報復措施可能會蔓延到關稅而外 有消息說中國政府正在研究中 加強對美國產品的進口檢測 貨物留在港口的時間長了 最受影響的莫過於保鮮期較短的食品 那邊過來的是一個月才到我們這裡 現在是過兩月,一個半月左右 我聽說那邊要停留7天 8%抽檢,8%檢查 疫情是抽檢30% 之前就沒有什麼難 現在的話一箱是有五分一左右 即是說一箱那五分一是難的 有內地的豬肉進口箱更加反映 五月份開始 海關會打開所有美國進口豬肉的貨櫃 每個貨櫃都要抽檢 大幅延長豬肉停留在港口的時間 除了加強對美國產品檢測 中國政府更加考慮 延遲向美國公司發放許可證 或者批准併救 不過他認為美國在華企業貢獻良多 中國政府不會輕易這樣做 哈利亞說無論是加徵關稅 還是其他貿易壁壘 都會嚴重損害中美的企業和消費者 相信兩國仍然有機會重啟談判 有線電視記者高重禮 在廣州不斷